好也是最新消息在苗栗这边失踪有20天的14岁国二少女找到了 这名少女呢是在上个月16号撬家而且被监视器画面捕捉到 她跟一名男子搭火车北上之后人就失去了联络 家人透过媒体协讯 那么就在昨天晚上有热心的民众打电话给这名少女的母亲说 在台北市建国北路二段疑似发现了这名少女 还有另外一名男子的行机 那么警方巡献找到了两人 少女的父母亲也赶紧北上 他们确认没有错 这名女子就是自己失踪的女儿 而另外这名男子呢 现在被警方依略幼罪依送法办 苗栗一名失踪20天的14岁国二女学生终于找到了 顶着一头短发少女背着书包从公车上走下 紧跟着前方男子一前一后 看似没有关联 但少女就是跟着这名男子一路走 最后和家人失去联系 希望他可以赶快回来 对 那我们可以好好疼他 父母焦急寻求媒体帮忙 有热心民众在台北市建国北路二段附近 发现少女和涉嫌拐跑他的男子身影 警方巡献在晚间六点多找到两人 经过我们大概在七点通知苗栗的父母上来 到大概十点 确认一下这个女孩子的身份 确实是她的失踪的那个女儿 据老姐少女和该名男子在网路上认识超过两年 断断续续都有联络 两人相约出游 先从苗栗公馆会合 北上台北后 还南下高雄 屏东 墾丁 近三个礼拜两人都在一起 身上并没有期待任何的通讯器材 包含手机 那父母的部分也非常的关心 所以都透过脸书来做一个寻找 女童现在的身体状况是非常良好的 心急如焚的父母总算找回宝贝女儿 而和少女朝夕相处 二十天的男网友 由于已成年涉嫌拐带未成年少女 将依略幼罪移送正办